大家好 这一节呢我们讲一下这个Linux下面配置这个Samba Samba呢是Linux下面的一个服务 它主要是通过SMB这种协议呢来对Windows提供Linux的一个数据服务 也就是 向Windows客户端提供 共享目录 那我们的gethub呢大家先看一下这个链接啊 gethub链接是这个啊大家可以去访问这个都公开的啊 这是我的gethub 然后呢 这里呢是安装一个Samba 对吧 这个Samba的亚门员呢也是 生存S7自带的啊 就是他本身也在亚门的这个包含的内容里面 然后呢 这里是说要添加一个用户对吧 这个用户呢是一个 Linux的本地用户 这个本地用户呢是用来做Samba用户的一个映射的 他本身可以不设密码 那第四行呢就是给 这个Samba这个服务呢添加一个 一个用户这个这个是这一行是一个进墨添加哈 所谓进墨添加呢就是数两次密码然后呢重定向到 这个Samba的password的-s是silence 就是进墨的意思 -a呢就是id 添加一个Samba的用户 这个这里有一个说明就是Samba的用户要一定要跟 Linux的local就是本地的local的user 要同名 这是同名 就说他们要同名但是呢权限是给到谁的呢 权限是给到这个Samba的用户的 好这里是我们的共享目录 对吧 这里是我们的共享目录 这里是我们的 我们要给共享目录一个权限 就给我们的这个Samba的用户 对吧给他这个权限 让他对他是他的一个owner 然后呢 421原则呢就是775 775就是什么呢就是 让他owner有这个完全读写的权限 对吧他所在的组也有完全读写的权限 然后其他的那个用户组呢有可 可 就是 可读和执行的权限 然后呢这边下面就是Samba的一个配置文件哈 一个标准的配置文件 上面这这个global的 字段呢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重点就是这个 这个20行开始的这个share share是共享的名字 当然这里可以 自定义你可以随便改 比如说你叫什么data1 data2都可以 然后呢这是一个注释哈 这个没所谓的 最重点是这里 路径 就是你这个共享的路径和你前面这里 创建的这个路径呢 要一致 对吧 就是你要把 Linux的哪一个 Folder 他的路径共享出去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这里是什么呢 这里是一个有效的用户对吧 为什么有个加号呢 这个加号就是说 这个用户所在的组 因为我们知道在Linux里面 创建一个用户的话 他会同名的创建他的组 就是创建一个同名的组 然后呢 可写入的 可写入的用户就是这个组名 就是在这个组里的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啊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上面创建的这个用户嘛 26到28 为了安全 不会因为我们三把的用户跟我们系统的用户是同名的 我们不不想把系统的用户给什么 暴露出去 我们就给他一个别名 就把这个系统用户等于什么 等于admin 当然这个也可以是 随便写哈 比如user1 user2或者你自定义的 就给他一个别名 起到一个什么 起到一个安全隐藏的作用 好最后呢就是什么 开机启动 三把 然后呢 当前启动三把 然后我们再到客户端的windows里面去访问一下就可以了 那那行 那我们把这一段脚本呢 我们可以复制下来哈 复制下来 然后到Linux里面去改一下 我们登到我们的一台 Linux的虚拟机 OK 然后我们 VR一下 S&B这个 脚本 把它烤进去 那保存一下 那我们来改一下 改一下 我们怎么改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里可以改改成shear 对吧 我们就叫shear这个目录吧 对吧 跟下面的shear 稍稍做做改动 看看 看看哈 这个目录 OK 他会自动创建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目前是没有的 还有就是这个user 就是Linux这个用户 也是没有的 就是一个 随便创建的一个用户 只是作为demo OK 那行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一段脚本 我们这里就叫shear1吧 好 他会自动的去安装 配置 是吧 启动 Samba这个服务 那我们说一下 很快哈 那Samba这个服务呢 我们看一下 还是验证一下 它的端口 是吧 Samba这个服务的端口是139 和445这个端口 你看到这两个端口起来了 Samba服务就起来了 再验证一下这个 服务啊 SMB 因为你安装的是Samba 但是呢 它的服务名叫SMB 就是 它的缩写吧 对吧 这里 这里可以的 没所谓的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 share这个目录 有了对吧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Share这个目录的这个权限 对吧 它是黎扬这个用户吧 在检查这个用户创建没有 有的对吧 OK 那这边就创建好了 Samba 然后我们登录一台 客户端啊 去访问一下 先看一下它的IP 那我们 我们演示了怎么去安装 怎么去验证 怎么去查看端口 怎么去查看服务 对吧 那我们的脚本其实就是 这个过程啊 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个脚本 然后我们登到我们远端的 这是gracomodi的一个 基于web的 虚拟化链接访问平台 然后呢我们随便找一台机器哈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IP哈 它的IP是可以访问的 我们没所有就在同一个局 192.168.192.168.192.168.20.143 哎 我们看一下哈 143是谁 就是我们这边的什么 这一台三把服务器的IP吗 143对吧 我们给它的用户名是不是 Admin 可以用别名吗 我们刚刚的别名就是Admin 对吧 密码是离阳 你看 这个就是cl1嘛 看可以访问了是吧 那好我们考一个 文件过去啊 哎 考过去了啊 那我们到这个 Linux下面看有没有啊 再看看它的权限 是吧 你看 你看 就是离阳这个用户吗 离阳这个组吗 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访问共享就是这样的 OK 这就是 Linux 给我们的Windows共享一个Samba服务的一个 安装配置 以及什么访问演示 好 谢谢大家